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震惊全韩国的这个事件的主谋们 今天都确定了量刑 这个事件也将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他们各自被判了多少年 N套房创始人卡卡有期徒刑34年 N套房行动队长watchman有期徒刑7年 博士房的老大博士有期徒刑42年 博士房的老二有期徒刑15年 博士房的老三有期徒刑5年 就这样,这个事件也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但是一点都差不到 这个房间的付费会员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因为上传了NI罩 引起网友们热议的FixLeo 昨天在Plive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Leo表示 休敏是在我人生中最亲近的朋友 他甚至也知道我家门的密码 我们常常会有肢体接触 但是不会做奇怪的肢体接触 那天也是 我们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拍照了 但是却拍成了那样 早上在看到Sarananda之后 觉得太肉麻所以就删掉了 我们真的是超好朋友 这样解释的话 不需要这么解释吧 可可,好可爱 这样解释会更奇怪 可可 连家门密码都知道 就一定是超好朋友 两个猫咪太可爱了 希望有意能长久 多给我们说说两个人的故事吧 粉丝们很期待 什么,那个爱豆跟我家爱豆是这么好的朋友 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很新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前几天 一位孩子的爸爸在论坛上传了这样的一个贴文 今天凌晨 孩子突然发高烧 所以妻子就赶紧带着孩子开车去了医院急诊室 在快到医院的时候 因为急着换车道 不小心撞到了别的车辆 因为孩子在发高烧 加上出了车祸 那个时候 妻子的脑子一片空白 真的是不知所措 只是发着都解释了孩子目前的状态 结果那位车主不但没有生气 还抱着妻子一直安慰他 说自己没关系 让他先赶紧带孩子去医院 上班的时候应该会很忙的 竟然还是这样照顾了我的妻子 这位丈夫表示 在行车记录器中看到这个片段后 眼泪就不自觉地流出来 所以马上就打电话给了这位车主 当丈夫说了 我是今天撞了您车的那个人的丈夫之后 那位车主的第一句就是 孩子跟妈妈没事吗 这让丈夫再次流泪了 然后这位车主在事发后 也亲自发了短信给孩子妈妈 早上应该被吓到了吧 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希望能早点康复 在繁忙的上班时间 这位车主当时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他看起来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马上抱住他 跟他说了没关系 妈妈要振作起来 才能带孩子去医院 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妈妈 当时没有想到上班的事情 只是想着要好好安慰这位妈妈 让她赶紧去医院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大事 只要是喊我的妈妈 应该都会跟我一样的 这是真的 不是的 您是棘手术的一个人 真的是拥有优秀的人品 好脆类 真的很谢谢 前一阵子我出生60天的孩子 发了高烧 所以能理解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只看孩子妈妈的背影就很脆类 车主应该是觉得很像女儿一样 就去抱了他 这世界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人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